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簡報的部分 您進到這邊來 首先當然大家應該都有Gmail帳號 所以這個申請的部分應該就可以略過了 進來之後呢 如果您有進到我們的協作平台 我們先看一下有幾個協作平台 除了我的以外也來看看別人的 像這個APP Inverter 這個應該也蠻著名的 手機應用程式的製作 它上面這個也是用那個 寫作平台做的 另外呢這個USB的裝置 我們現在很多Maker 利用這個 一些工版的部分來做一些開發 包括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樂高 那這裡面他也有網站 是在講這一塊 另外呢 這個是一個工作室 工作室也用它來做什麼 寫作平台來做它的網頁啊 可以用部落格啊 部落格當然也可以用 對不對 但是他覺得說可能不見得完全符合他需求 另外呢 有聽過新一代設計展嗎 每年都會有一個 等於說是台灣學生 學生大專院校的一個 設計比賽 有一屆2013 也是用協作平台做的 有沒有發現還蠻多的 對不對 那現在只是插在說 你要怎麼用而已 好要怎麼用 那大致上了解了 這街 欸這裡有一個 欸我可以問一下各位 你知道上崎國小在哪裡嗎 他們網站已經改版了 但是這裡有點偏遠 在我當兵的 位置的隔壁 我在大金門 他在小金門 我記得沒有說應該在小金門 因為 這個人力不多的話 其實用這個做學校網站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也是一個選擇 好 那其他的也有 這個就是中正的 中正的同學 他們那個地質研究所的 那他用這個來做他的這個專題 專題的一個網站 好 這個是長藝高中 長藝高中的老師 長藝高中他們也用得不錯 他們很多 就是我們剛講的 有一些共備 共備的部分 那麼這些 這裡有幾個教學的資源 你也可以簡單做個參考 因為像是國中小 會有時候教學評鑑 大學裡面 大專業校 有沒有教學評鑑 也有嘛齁 暑假我沒有來 我知道經歷很多事情 哈哈哈哈 鍾老師有來啊 我跟他認識啊 鍾重慶鍾老師啊 嘿 好 反正我們也有評鑑就對了啦 對不對 那所以有些學校 也是用這種方式 來做評鑑的內容 尤其國中小 尤其國中小 他們用的就很多 好 那這樣OK的之後呢 可能就要了解 大概有哪些應用之後 可能就要麻煩老師 您登錄一下 您的Google的信箱 Google的信箱 但是呢 要找到協作平台 平常我們是不是都在這裡找 有沒有 點了之後啊 看看啊沒有就找更多 好 像我現在登錄這個 也是學校的那個 領東的那個 Google代管信箱 所以它上面的內容 會跟我們的 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呢 欸有沒有看到協作平台 如果你用一般帳號的話 我記得是 這個是沒有出來的 就是那個協作平台 是沒出現的 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就只好自己答 前面加一個 sites.google 如果萬一沒有的話 你假設不記得 就是學校的信箱 或者你不是用Mac 那你看有沒有 我這樣就登錄進來了 那正常來講 應該學校都會有 把那個Logo 應該會放上去才對 好 如果發現像我現在 就只有用一個 這樣OK嗎 好 那就麻煩各位囉 來請您先 登錄一下您的 Google信箱 然後進到我們 所謂的協作平台裡面